你真的會煮東西 因為我覺得馬仔有天分的煮東西 我真的覺得你有天分 最後一集《大廚出馬》 是三分鐘你要煮菜 監製、導演全部都說 馬仔, 不如你挑戰三分鐘吧 我說不要, 別搞我了 我覺得很大壓力 然後他們堅持說 好吧, 覺得很有經歷 如果你敢玩的話 那就好, 試試吧 準備, 開始 我現在煮的三分鐘菜式叫做蝦蝦笑 主要材料有大花竹蝦 鮮奶蛋白, 士多啤梨和蜜糖 要不需要像你這樣 導演賽蝦要報仕嗎? 嚇一嚇你 要的 首先, 把剝殼去了搶的花竹蝦 放進上湯裡灼熟 然後就要開始推蛋白 這個步驟, 我覺得很考功夫 報仕給我, 大哥 兩分鐘 馬仔這次挑戰三分鐘 菜式是由自己設計的 事前只是練習過三次 現在蛋白已經推好了 馬仔盡量延遲上碟時間 希望可以多留點時間降溫 為了令菜式更完美 冒險一點也要這麼做 一分鐘 做好了, 就開始洗碟 背… 我預先放中式蝦子, 然後放上蛋白 關鍵時刻到了 馬仔要把握時間 千萬不要讓景浩嚇壞了 5、4、3、2、1… 剛好, 最後當當當, 閉上桌子 三分鐘 現場時的節目真的沒有剪接 真的嗎? 所以真的三分鐘 連我也做到, 確實是真的 我覺得挺有意思的 對, 你們有天分煮菜式 你小時候有沒有人影響你 令你這麼厲害? 是 因為我知道, 你正宗潮州人 我很正宗 為了一個男人, 很大男人 你什麼都不用做 我也不覺得, 我覺得特別負責任 又被你繞到 不是, 我煮菜式是因為 六年級就要負責我妹妹的午餐 因為父母還要上班 我媽媽還要上班 那時候每天的午餐 我去街市買, 買人就煮 煎蛋、火腿、午餐肉、飯、麵 我們只能夠做到這些 你小時候一起做到多少 對, 還要上班 還要上學 總之沒有毒, 吃得了 沒有試鏡, 吃得很厲害 我小時候試過一次很危險 所以大家千萬不要學 我小時候試過煲湯 媽媽和爸爸煲的湯 我們為了探熱針 對, 吃得很適合 那時候下鍋的煲滾湯 頂部有個洞, 有氣孔出煙 我走過去用太陽針 再量量多少度 不是嗎? 很危險 不如爆了 爆了 當然了 裡面有水銀, 有毒 所以我回想起那時候 是… 超白眼 我… 哈哈哈哈